七、八月份,孩子们都放暑假了,大人们的心,也跟着躁动起来了。好像暑假不只是放给他们的,也是放给我们的。想去海边,闻一闻闲湿的空气,吹一吹清凉的海风。想去大西北,看一看铺天盖地的色彩,体会一番苍茫天地间的快感。正儿来了。 七、八月别去青岛。我怕你跟我抢纳抹蓝。蓝色是青岛永恒的背景色,它清澈、纯净,抵挡着夏日的暑热,让每一个到达海边的人,心神清爽,充满活力。金色的沙滩,红瓦白墙的德式建筑,狂欢的啤酒节,震撼的海上美景,这座城比你想象中的更美好。 你可以沿着战桥远眺小青岛,也可以逛一逛青岛啤酒博物馆,喝一喝独具特色的带装啤酒,这才是真正的青岛饭。 我怕那片黄太耀眼。七月的青海湖最美,近的是金黄的油菜花田,远的有水添一色的青海湖,这种辽阔生机的景,大西北独有。 青海的油菜花铺天盖地,更是河远舍,可以捕捉到五彩的金帆,镜头里都是广阔,庄美,藏位十足的风光。 七月的青海湖,蓝、黄、白,组成世界上最美的画卷,有水天香街的青海湖做背景,正是姑娘们拍照的好时机。 金黄色的油菜花,迎风飘香,牧民的帐篷,倾罗旗布,成群的牛羊,飘动如云静静地站在那里天荒地老,不愿离去。 七、八月憋屈湘西。我怕你贪恋那么清凉。 上帝把最一人的气候,最清新的空气,最和须的阳光,最湛蓝的河水,最柔和的草地,最秀美的山川,最风情万种的少数民族,都赐予了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。 你可以去张家界,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宫。 也可以去芙蓉镇,走一走青石板,寻一段当年的记忆。 凤凰是个适合发呆的地方,找一个驼江边的旅店,坐在摇椅上晒晒太阳喝喝茶,享受难得悠闲自在的日子。 没有人不为这里的美景所动容,没有人来一次就匆匆离开,北纬28度,中国湖南最西端的湘西,是地球上迷人的风景地带。 我怕你在秘境不想出来。如果你看惯了城市的风情,想要为生活分天一抹不一样的色彩,那这个六月,不如就深入三江源。 冰雪开始融化,草原溪流越发欢快,还有群花点点,生灵兮兮,共同构筑了最纯粹和宁静的美。 7、8月别去伊犁。我怕你迷恋那片花海。几乎每个季节去伊犁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,但是唯有7、8月的伊犁是被注入灵魂的。 伊犁与法国普罗浪斯处于同一个纬度,土壤气候也极为相似,所以造就了新疆伊犁得天独厚的种植薰衣草优式。 到了7、8月其他地方都被高温笼罩,但是伊犁气候适宜,万木薰衣草同时开放,那景色,真的只能用震撼来形容。 我怕你去了,不想回来。 卢国湖静卧在群山怀抱之中,宛如一片坠落人间的星辰,如此宁静,又格外璀璨。 7、8月别去甘南。我怕你的信仰更加坚定。 这里是离尘世最远的远方,有媲美西藏的神山、圣湖、草原、信仰,能满足每个人对藏地的所有想象。 这里质朴,这里经验,这里远离凡尘,这里是藏传佛教的圣地,这里是高原上的香巴拉,这里是一个把信仰融入生命的地方。 这里还有淳朴善良的藏民,憨厚的微笑,有黑的皮肤,再加上脸颊那么高原红,让人不由的心生亲近。 通往拉布棱斯的路上,时常会看到神态庄重,三不一叩手,五不一颗头的虔诚藏民或信徒,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 七、八月别去厦门。我怕你会爱上海岛的夏天。厦门,一个听名字就很悠闲的地方。 闲尸的空气中泛着些许心泪,稍不留神,就会迷失在日与月的交替中。 厦门的每一条小路,都像是一个美丽的谜语,你不走近它,永远也无法探寻到巷子深处的谜底。 绿化树木,出下的沙滩,踏海的人们,环岛路上不多的车辆,所有的景象,就像丰富而美妙的油画。 鼓浪语是音乐家摇篮,漫步在岛上,会不时听到悦耳的钢琴声,悠扬的小提琴声,轻快的吉他声,和优美动人的歌声。 我怕你会在草原上打滚。 7、8月别去内蒙古,当全世界都被热气笼罩的时候,这里绿草如荫,牛马成群,威风不燥,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 这里有茂密的临海,无边的沙海,澄澈的湖泊,临寻的怪石,宁静而独特的乡村,以及无数诱人的美食重点是还有不焦不燥的温度。 一边听着歌,一边吹着风,一边欣赏着前方的美景,时不时看看倒车镜中的蓝天和白云,这才是享受生活啊。 人只有不停旅行,听不同的人诉说,去不一样的地方经历,才会发现远方会给你超出想象的惊喜,那是你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有趣。 And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一起约上好朋友,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吧。